首先就是先搓圓 用竹籤慢慢地穿进去 这样有趣的米雕体验教学 前进校园 通过老师手把手的说明 让小朋友慢慢地做出成品 感觉相当有成就感 同时也轻松融入了 在地中原季文化的氛围当中 这一只脚有可爱 我想要做一只肥肥的熊 肥肥的吗 还好啦 她身材还不错 而且她的小手也好可爱 她的白色还是很牛 你白色打算做哪 先做耳朵两个点 然后对着一片 然后眼睛 好 加油 这是今年竹谷黄姓中心会 推动的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基隆市黄姓中心会 妇女队队长杨玉兰 跟李氏黄天生 也都到场鼓励小朋友 多多认识在地故乡的文化 我发现我们很多文化传承 都好像一直落寞下去了 所以我想利用中原季的时候 来给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了解 什么是我们的文化 什么是我们的记忆 应该要继续传承下去 刚才我们也到龙胜国小 去上了两节的课 所以现在就到我们的五轮国小来上 让更多的小朋友能了解到 能来知道什么可以 什么叫做文化 要怎么样来传承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 基隆市黄姓中心会 给五轮国小的孩子这个机会 我们今天黄姓中心会 到五轮国小来 推展我们中原季的系列活动 我们带领孩子做米雕的教学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 让孩子实际操作 然后来体验这个传统的记忆 让他对我们基隆的特色 中原季能有更进一步的体会 跟了解 杨坤祥校长感谢黄姓中心会方面的 细心安排 让大家对于在地的基隆中原季文化 有进一步的认识 而透过了教学说明 也理清许多的疑问 让大家知道米雕真正的样态与功能 我们黄姓中心会的主文们 所跟孩子介绍的 我们在祖谱团 祖谱团 祖谱团这边 我们在七月中原季的时候 我们这些米雕的技术跟技艺 就会呈现在祖谱团这边 祖谱团是我们基隆 很在地的一个特色建筑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孩子这个米雕的艺术作品 让他跟我们的祖谱团产生连结 这样在加深孩子的印象上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功用 我们这个中原季是有168年 我们黄姓中心会 今年是非常的荣幸 刚好在轮到108年的时候 就是一路发下去 那所以呢 我们今年祖谱 我们是15年一世的祖谱 我们因为现在疫情也渐渐的已经缓和了 所以我想利用今年的我们的祖谱 我们会办的非常非常的隆重 非常的热闹 希望呢 呃 大家能 呃 呃 我们农历的7月14号 也就是国历的8月11号的晚上 呃 尽量来我们基隆市区来看热闹 也到我们的望海巷来看我们的放水灯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